其實我是很期待參加這種公司所舉辦的辦公 當然我們第一天的這個健行活動 雖然它的挑戰性蠻高的 但是告訴自己要心平氣和 就是剛開始的靜 把心靜下來我們慢慢地跑 隨著自己的步調慢慢地走 到生理裡面的好處就是 你會覺得好寬闊 你會突然覺得自己不是那個最重要的 最唯一的 所以到這邊來我們想跟大家分享 不是走多遠的路 而是一個體驗 帶著這個東西回到那個小小的Tubicle 我們慢慢地繼續走 你們可以隨時跟這些樹苗走 我們最後一個體驗 到了那個舞步道的時候我覺得很貼心 因為還有準備熱茶跟點心 然後還有就是工作人員們設計的名牌 讓我覺得有兩種感觸 第一個是喔我終於完成了 然後第二個是覺得說 喔收到你們熱烈的歡迎 說喔歡迎你們來這裡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快樂辦公室好像很誘惑 好像要求人家過來一樣 我感受到是那是一個平台 給我們繼續來去看著自己的生性 心性吧 那是還不錯 當我們看到這麼高的 喔比我還高很多的一個潮 這個很今天你們完成嗎 我們家也是務農的啊 爸媽就是務農 以前我就會覺得 自己怎麼沒有去體會過 這樣子做的一個過程 是很累很累 可是就讓自己很安靜下來去 享受那樣的過程 我們轉到會了 一下我們是一個平均的 我們先還是來的 我們希望還有一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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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